有很多粉丝私信我说 为什么饭店里炒的空心菜不发黑 还不出汤 颜色还那么好看 让我出一个教程 好 今天他来了 准备好纸和笔 剪重点的地方做好笔记 首先咱们把空心菜后边老的地方用刀给它切掉不要了 然后从中间切一刀 切好之后放到盆里用清水洗上它两遍 洗干净就行 洗好之后咱们就把它放到漏勺里控水 然后再准备起边大蒜 用刀拍一拍剁成蒜末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然后斜刀切成片和蒜末放到一起备用 好 重点来了 这里可以拿笔记一下 考试的时候可能会烤 咱们锅里先烧一勺水 烧开之后放到小碗里 然后加上一勺盐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另起锅 把锅刷干净 加上少许的油 要想空心菜炒出来好吃 那就再来点粗大油 油热之后放入小米椒和蒜末 爆锅 把蒜末和小米椒爆香了之后 好了 重点来了 咱们把刚才调好的这个热盐水倒到锅里 快速的把这个空心菜倒到锅里开大火 快速的煸炒 快速的翻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要用热盐水喷锅 一是能给这个空心菜入一点底味 二是这个高温的油和高温的水瞬间碰撞 就会产出一种油水混合物 能快速的吸附在空心菜的表面 使这个叶绿素啊 能瞬间的锁住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锅器 空心菜炒至断生之后 咱们就把它倒到漏勺里 控掉多余的水分 然后加少许的盐和味精 再倒到锅里 然后开大火 继续翻炒 让这个盐味精融化 再翻炒几下 这样就做好了 出锅装盘 空心菜像我这样炒 不辨色 不出汤 颜色好看 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关注大金宝 做菜没烦恼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 导演 导演 导演